今天台股大漲133點 正式突破15000點的一個整數關卡 你還要擔心這個局勢還是偏空嗎 現在盤面上很多類股族群 已經都漲起來了 那當然了強者很強 今天華新光精銳是在漲停 那盤面上大家很擔心是 有很多上影線的股票該怎麼辦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 上影線的股票一定會往下跌嗎 今天的節目一定要收看哦 投資握力放遠未來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總金面 基本面 技術面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掌握股價關鍵買賣點 歡迎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記得要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哦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航海王 大家看到老師今天沒梳頭髮 對今天因為錄影時間有一點點感 所以來不及梳頭髮 那還是想說大家的一些現在盤面上 因為現在行情這麼好 我還擔心說現在如果大家找不到股票的話 還是希望說跟大家分享一下現在盤勢的一個狀況 想說盡快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的大盤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的大盤已經突破了15000點的整數關卡 排面上是強者橫強 我們持續幫大家介紹的就是網通族群 上禮拜就跟大家講了 軍工玩是誰接棒 網通接棒 不過網通族群今天是全面向上 華新光是強者橫強 華新光今天第三根漲停了 那漲停你也追不到 再來金瑞也是一樣在一根漲停 那其實我們這幾天跟大家講 金瑞其實如果說你會發現他利多沒有發酵的話 他就可能會漲不上去 因為禮拜六禮拜天才公布 美國通訊委員會說要禁止中國的產品 銷售到美國 那對台灣來講是一個大利多 所以今天版面上 安空類股族群是全面走強 那既然已經走那麼強 你還要去追高嗎 去思考一下 過去的投資經驗是不是都是追高 然後跌下來修正殺地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過好多次 很多時候你的操作策略都是 就是漲起來的時候你剛開始不敢買 一直越漲越高 越漲越高 越漲越高 漲到你受不了了 你願意進場了 結果就開始修正 剛開始跌一點點你可能覺得 這只是一個回檔 這只是一個修正 結果呢一個修正結果太大 你受不了把它砍掉 砍掉之後你又發現你就開始垂心肝 就一路的向上噴 一路的向上漲 所以為了避免這樣的狀況 而且說真的今天漲停板的股票 你也根本買不到 那怎麼辦呢 其實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你投資啊 你一定要領先市場提前布局 來 我們今天早上跟大家講了什麼 今天早上啊 我又跟大家講啊 其實我最近一直跟大家講 從大盤你其實也沒有什麼好看的 是你願不願意相信的 我講了再多 分析再多 你不相信這是一個多頭 也沒有用 那現在證明就是 它確實是一個標標準準的多頭 一路向上 一路向上 已經從月線突破到季線 現在已經突破了八年線 準備要攻年線了 你還要不相信 那我真的也沒有辦法 那我今天早上有跟大家講 這一波年底有作戰行情 一月又有紅包行情 紅包行情什麼 一月份的時候大家都會 那個有年終 有年終很多人會把多餘的錢啊 拿去存錢或拿去投資 這時候就會帶動一波的行情 也就是說這一波從年底12月 作戰行情到一月紅包行情 這兩個月啊 會一路向上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 也都是這樣的 所以這一波多頭啊 很容易就會走到過年 我今天早上就有跟大家講了 我說這一波多頭 至少會走到農曆年前啊 短線上來講是 滿有機會就直接向上 挑戰16000點的整肅關卡 至於類股族群的部分啊 我跟大家講了 類股族群你會發現 槍事股就是不斷的輪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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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那個軍工類股很強 我說雷虎合成保一 家喻就不要再追了 不要再追了 你去過度追價的話 坦白說你討不到太多便宜 你可能賺個35% 結果修正個20% 受不了出掉 結果它又開始漲了 就像我剛剛講的 那我有跟大家分享說 你可以啊 軍工類股漲完了之後啊 這邊比較高 那我認為它可以 大家可以去找一些就是休息 或者是準備要起漲的股票 比如說我們不斷跟大家分享的 高麗啊巨陽如虹遠東芯啊 我們可以看一下 今天的高麗早上跟大家分享哦 高麗是不是續漲 對不對 高麗漲了2.7% 今天是再創新高 那巨陽呢 來巨陽也是一樣 今天再創新高 哇巨陽真的 這檔股票大家可能都不相信 我們在200塊的時候持續跟大家分享 可能大家就覺得這檔股票老是賣氣賣錶啦 結果它慢慢吐慢慢吐慢慢吐 一路向上 也漲到最高238塊 從200塊賺到現在至少也15%的獲利 再來 遠東芯也是一樣保暖概念股 來遠東芯我這幾天有跟大家畫什麼 W底是不是一路向上 保暖概念股是不是全部向上漲 1476 1476的那個如虹 如虹今天是不是創新高 所以呢我們跟大家分享 你看一下保暖相關類股 高麗巨陽如虹遠東芯有沒有全部上漲 再來 你說老師這些都講過 我覺得保暖類股不太會飆 你要飆你要飆 你要飆的我們也跟大家講工具機 工具機你是不是買得到 買得到的話我們持續跟大家分享工具機有什麼 龍澤科 龍澤科我之前有跟大家提醒過 其實我這檔股票我滿喜歡的 那之前在這邊最低點27.5就持續的跟大家分享 買在最低 然後一路向上一路向上噴噴噴噴噴噴噴到現在至少大概20%了 20%了 那就是慢慢慢慢一路的向上變高 好所以龍澤科持續向上 是不是早上跟大家分享了 龍澤科今天有沒有漲 有嘛 再來工具機還有什麼 上銀 也是持續上上漲漲了3.7% 有沒有再創新高 早上跟大家分享今天就漲 雅德克上銀雅德克我們其實在節目有跟大家分享 雅德克我認為他是下一個千金股 快要命中了今天已經漲了多少了 975收盤價已經收在975了 所以雅德克他很有可能在短期來講 他就會變成一檔千金股 大家看一下我早上給大家的訊息 有沒有值千金值萬金 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幾乎都漲了 有沒有冬天到了高麗巨洋如紅遠東心 都漲了 再來上銀龍澤科跟雅德克有沒有全面上漲 沒有錯吧 好所以如果你還沒有加入我們相關媒體頻道的 現在就加入吧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掃描這兩個QR Code 就可以分別加入我們的LINE跟Youtube的頻道 如果你想用關鍵字的方式搜尋 請你打小鼠GD1788 小鼠GD1788 另外我們Youtube的頻道 你幫我看到官方帳號之後 幫我記得要訂閱按讚並開啟小鈴鐺 來你保暖概念股是哪一檔呢 我們的保暖概念股今天我們進場也是持續的向上創新高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怎麼操作 而且我知道大家心中都有千千節 你知道什麼股票會漲 但是你就是沒有那個決心下不了手 如果你有這樣的問題的話 不如就是把你的投資交給專業 交給我們來處理 我告訴你要怎麼投資 你看我們今天一進場保暖的這一檔類股 就持續一路的向上衝高 一進場就賺錢 那再來大盤的部分 其實今天早上有跟大家分享 我們可以看到昨天大家很擔心 美國非農就業數據 應該說很擔心說鮑爾會講什麼話 因為昨天我們在福利社有跟大家分享 2點半 凌晨2點半 不是凌晨3點半 凌晨2點半 鮑爾又要談話 大家很擔心說他要談話 每次讓市場都很驚恐 結果呢 他發表談話說12月有可能會減緩升息的腳步 美股就大標 四大指數 道琼啊 費半啊 納斯達克啊 標普500 全部都飆上去了 那這幾檔股票全部都飆上去了 這指數全部飆上去 當然帶動台股啊 盤後也持續的向上 那我就一直跟大家講 你看從選後 有多少老師會跟你講 你現在去看一下多少老師跟你講 執政長的戰敗啊 然後股市有可能會出現修盛 政府就不互盤了 我跟大家講根本沒有那麼嚴重 你從那個大家去思考一下 我那時候就一直跟大家分享 現在執政榜輸了 現在重點是在什麼 重點是在兩年後的總統大選 兩年後的總統大選 你現在要贏 你要贏 那一定要想盡巴巴 把經濟 把股市通通都搞好 那內閣會改組 內閣如果改組的話 大家就有新的氣象 有新的氣象呢 大家有想像空間 那再來你又擔心什麼 擴大就是美國對中國擴大禁令 我也跟大家講 這對台灣來講是好事一樁啊 因為資金會持續匯流到台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新台幣啊 它是持續向下 新台幣向下是升值 新台幣向下升值的話 那就代表說 外資持續匯進來 外資持續匯進來的話 就會帶動台灣的經濟 台灣的股市都持續向上 因為股市啊 外資匯進來 它不會只投資實體經濟 它會做什麼 它會買股票 這是絕對的 這台白紙革命 我也跟大家講 我還用什麼 我還用那個2014年啊 太陽花 太陽花學運那個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 你看 下跌空間有限 跌一點點而已 它就後續不斷向上漲 這一波向上漲至少漲了12% 從9300點 這邊大概從8500 8500漲到了9500點 那時候波動比較小 那現在波動會越來越大 也就是說如果學運過後呢 通常來講指數啊 如果還有10%的空間的話 那至少就已經突破年限了 那突破年限的話 指數突破年限 各類股啊 就會輪流的大漲 那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我們會發現 其實這一波中國啊 對那個白紙革命也有 非常大的一個軟化的一個現象 我們可以看到 你看那個昨天我們就跟大家講說 陸股都沒跌 港股也沒跌 你看一下 今天的陸股港股 附身300 陸股是不是持續創新高 恆森指數 就是香港指數也是再創新高 也就是說呢 白紙革命根本就沒有影響 對大陸對香港都沒影響了 你還認為他對台灣會有影響嗎 好所以 其實也不用講那麼多 大盤就是偏多 那如果說你還不相信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 你一路啊 你一路觀察我 觀察到現在 你會發現啊 我們講的盤 就是這麼的精準 我們從 之前的10月底的時候就跟大家講 突破的時候就一路向上 現在呢 是不是一路向上漲 我們可以看到 那時候幫大家畫的圖 跟現在呢 現在是不是一路向上 然後我又幫大家畫了一個區間 昨天跟大家講突破 是不是就會續創新高 結果今天是不是就 續創新高了 好那你看 我們的盤前分析啊 就一路跟大家在 10月25號在最低點的時候 你看我們講好幾次 10月25號 台股在最低點的時候 10月25號有多麼的悲觀 10月25號 這根嘛 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時候大家都已經 完全對股票上市信心的是這一根 從這一根啊 我就跟大家分享 台股啊 沒有1000個傷心的理由 只有堅強的理由 建議大家持續堅持做多久 結果你看一路向上 一路向上功高 一路向上漲 一路向上漲 漲到今天已經超過2000點了 有沒有 哪一個老師跟你 就是分析得那麼精準 那時候多少老師都跟你講 要小心要留意喔 沒想到 就像我們跟大家分享一樣 最危險的地方 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 當你覺得股市沒救了 當世界上所有的投資人 都覺得股市沒救了 該賣了都賣了 不該賣了也全部都賣了 股市就會持續的向上 而且我跟大家分享 你會發現前一陣子 大家很擔心CPI CPI還有FED的升息 最近你會發現這兩個月以來 FED說要升息 事後都是繼續漲的 CPI通膨公佈之後 也都是繼續向上漲的 也就是說 這個月 12月13號要公佈CPI 12月15號還要公佈 美國FED就是最新的利率政策 我認為公佈之後 續創新高的機率比較高 大家一定要把握在公佈之前 趕快提前進場去做佈局 你看我們之前就跟大家分享 在11月8號 我知道那一陣子 大家很擔心CPI有多高 我說CPI不管多高 每股都會向上的 來在CPI公佈那一天 11月10號早上 我就跟大家講了 我說今天晚上CPI公佈之後 全球股市就會持續向上 那重點中的重點是什麼 重點中的重點就是 現在散戶還沒進場 現在散戶還沒進場 你何必要擔心呢 你想要跟著外資買 還是要跟著散戶進場去做投資 就是你一定會想說你要跟外資吧 要跟法人吧 很少人我很少聽到人家說 我就是要跟散戶大家融資增加的時候 我再來進場 沒有大家都說要跟著法人 跟著大戶去走 沒有人要跟著散戶去走 你看一下融資羽額到今天為止 從10月底到11月 台股漲了2200點左右 融資羽額有很明顯的增加嗎 這一陣子在漲還下降了 最近融資餘額都沒有明顯的增加 反而融券餘額 我覺得融券也是太瘋狂了 融券餘額還在緩步的向上增加 現在融券要120% 什麼意思啊 就是你要空一檔股票 假設是100萬 你就要拿出120萬 1000萬你就要拿出1200萬 根本完全沒有槓桿 我認為這一波做空還有什麼意義啊 完全沒有槓桿 比直接投資現股還沒有槓桿 所以現在大盤就是偏多 只是你要找什麼股票 那你要找什麼股票的問題的話 來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大家最想知道的問題一定是什麼 老師你看一下 今天加權股價指數大盤開高之後走低 然後所以收了一個上影線 那很多盤面上有很多股票 也都有上影線的跡象 比如說2753的八方雲集 上影線有沒有救 還有呢 南電今天載板三雄啊 也是上影線 上影線到爆 南電 欣欣 可憐啊 從開高大漲變成黑黑的 我相信很多投資欣欣的投資人 你們覺得心裡不太舒服 那怎麼辦有沒有救 等一下我們再跟大家分享 再來景碩 景碩是不是也是一樣上影線 來有沒有 上影線 再來呢 2388元宇宙 威盛 也是上影線 從收紅變成收黑 再來呢還有什麼 2344華邦店 也是一樣上影線 再來呢 1727中華化 也是上影線 這麼多股票 上影線 我相信啊 如果你有跟很多老師進場去買的話 你說不定都碰到這種上影線 老師我跟著你一進場 就碰到上影線 怎麼會這樣 上影線怎麼處理 怎麼避免上影線 其實啊 我一直要跟大家分享 投資股票 你一定要領先市場 提前布局 你一定要領先市場 提前布局 如果你沒有辦法領先市場 提前布局的話 你就很容易碰到 上影線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沒有上影線的問題 因為呢 我們都是領先市場 我們都是提前布局的 大家看一下啊 我們呢 為什麼能領先市場提前布局 因為我們都是用 五億的懸股法 我們是 綜合總金面 基本面 技術面 產業面 消息面 不是只是幹 跟你看技術面啊 在那邊追高殺低 看到要突破 趕快進場 結果 來了一個上影線 結果一進場 現買現套 現買現套 怎麼辦 因為你沒有用總金面 你沒有用技術面 你不知道現在的狀況 你不知道產業面 你不知道消息面 對他的影響 比如說 你要看消息面 我就跟大家分享 金瑞 那邊星期六星期天 有那個 美國通訊委員會 對他說要做一些就是 對中國要做一些制裁 禁止中國的商品 賣到美國去 那對台灣來講 就只有轉單效益 這對台廠就是利多 在利多之後 他就會持續的發酵 利多如果沒有發酵 他就會長不上去喔 那這時候你就要注意 不要亂追高 好 那我們怎麼追 因為我們根據這些判斷說 我們都是領先市場提前布局 來 其實上影線也沒那麼可怕 我們來看一下 上影線只要隔天能收高 其實還算是可以的 所以上影線有的時候 也是給大家機會去做進場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像八方雲集 不是八方雲集 一粒店的部分 來一粒店 我們看一下一粒店 一粒店也是出現一個上影線 昨天 你看昨天上影線 今天不是照樣再創新高嗎 所以上影線不見得一定都是錯的 只是你不要追在上影線的最高點 一進場線買線 然後你隔天就會很慌張 再來你看一下 一粒店的部分 昨天上影線 今天就創新高 還有什麼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說 育龍 育龍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育龍也是有上影線 育龍 你看這一根 是不是有一個很明顯的上影線 而且是帶量 我相信很多人會殺在這邊的最低點 結果呢 上影線完之後 一路向上 墊高墊高 所以上影線真的有那麼可怕嗎 沒有 只要你能精準 命中現在資金在哪裡 它的基本面在哪裡 消息在哪裡 所以即使你買在上影線的最高點 照樣是賺錢 只是我們比較習慣是領先市場提前佈局 不要追在上影線的最高點 再來呢 我們之前也跟大家講過一個例子 滿久的 你如果要看比較久的例子的話 就是東檢 東檢呢 我們來看一下 它在去年上漲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有出現很明顯的上影線 來 這裡 上影線夠明顯了吧 這根上影線我印象超深刻 這根上影線之後呢 你看隔天 收高 收高之後 這代表說換手成功 其實我們常常也跟大家講 有一個換手成功的觀念 換手成功之後 你看從這邊55塊左右 很可怕喔 一路向上漲 一路漲 一路漲從55塊 一路漲到66 漲完了沒 還沒 漲完了沒 還沒 67囉 67.8 漲完了沒 還沒 71 有沒有 55漲到71.7 這段夠大段了吧 夠大段 夠你賺了吧 這就是我講的 上影線 不用太擔心 重點是 你選的股票 有沒有符合總金面 基本面 技術面 消息面跟產業面 你有沒有面面俱到 你有沒有把每一個方面 都已經想清楚了 這檔股票 到底值不值得你堅持下去 當然我說過了 我們都習慣了 領先市場提前布局的 我沒有在跟你說 玩上影線 然後追到最高點 然後現買現套 來比如說呢 今天大家都在關注的是哪一檔 今天大家都在關注的就是 宅板三雄吧 宅板三雄 南電新興景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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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在福利社有跟大家分享 11月初的時候 現在已經 12月初了 那時候跟大家分享 我說新興的話持續向上 你看營收持續向上 南電也是持續向上 景碩也是持續向上 也就是說 宅板三雄的基本面 根本沒有狀況 唯一有狀況的就是 股價 它的股價比較慘一點點 那現在呢 我跟大家講 它現在已經反轉向上 我們也持續幫大家追蹤 南電新興跟景碩 來我們來看一下 南電 今天漲幾% 今天漲6.3% 來景碩 是不是今天也是漲6.5% 來新興 新興最慘 明明大家不是說新興啊 它的那個 基本面是最好 我也持續跟大家講 它營收是最多的 EPS 不是EPS 它的那個獲利 整體的獲利 是三家公司裡頭最高的 那為什麼今天 新興表現得這麼差 其實啊 我有一點沒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從股本來看 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從股本來看的話 也就是說 新興因為它股本比較大 它股本比較大的話 它整體賺下來 它股數比較多 它雖然說它賺得最多 也因為它股數比較多 所以平衡平衡下來 它的EPS 卻不如南電 你會發現南電的EPS 才是最高的 南電的EPS 我們以就是去年來看 去年來看的話 現在呢有沒有 去年它的EPS是多少 16.38 南電的部分 那可是新興呢 才賺多少 8.9 景碩呢 也是賺8.5 那在過去來講呢 在2020年的時候 也是一樣 南電是5.6 新興是3.7 景碩只有1.2 也就是說呢 南電啊 它的股本膨脹的比較 沒有那麼快 它的股本膨脹沒有那麼快 所以它的EPS比較高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EPS是不是持續的向上 好 你這你不用懂 它EPS是怎樣 你看圖你也懂了吧 南電 它的EPS就持續向上 好 所以南電EPS持續向上 而且它是最高的 所以你說 宅伴三雄 我們選擇的是哪一個 其實我們選擇的是 登登登登 南電 來 而且我們昨天才進場 我們昨天進場 是買在269 269昨天進場 269昨天進場 來我們看一下 今天 南電的部分 南電今天上影線 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昨天進場的耶 我昨天進場的耶 南電今天你 如果追在高點 我相信有很多老師帶你追 不管是南電新興還是景碩 今天買在高點 現買現套就拉下來了 那我們呢 我們是買在昨天 269 269 有沒有 269 269 269 昨天 我昨天進場我有沒有最近 這幾天我一直在幫大家關注 因為我看到這邊 底部應該就是成型的 這幾天我就一直在觀察 一直在觀察 我就像 狙擊手一樣 我就找到一個最恰當的點位 帶我的會員朋友 進場去買這一檔 看準之後 砰 進場 進場之後 你看創新高 創新高 創新高 我有沒有追 沒有 這就是我講的 你投資股票 你要很輕鬆 你不要每天 大顆刮 小顆刮 然後投資好像 好像上戰場 你知道嗎 烏克蘭都還沒打起來 你自己都先打起來 台灣還沒打起來 你自己心裡都內心這樣一直交戰 每天都冒冷汗 不需要 今天上一線又如何 so what so what 我們上一線賺6.3% 上一線今天賺 是不是昨天買今天賺 昨天買今天賺 這才叫做操作 你操作如果不輕鬆 你就不要操作了 就像我們早上跟大家講的 保暖相關類股 1477 有沒有 對不對 是不是向上漲 一直向上漲 我們講很久了 1476也是向上漲 再來高利的部分 保暖乾淨股也是向上漲 對吧 你投資要很輕鬆 不要一進場就上一線 嚇得半死啊 所以我們一直跟大家強調 我們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跟別人哪裡不一樣 我們喜歡領先市場 提前它佈局 那我們憑什麼領先市場提前佈局 我們憑的就是我們對於總經面的了解 我們對基本面的了解 我們對技術面的了解 還有我們對產業的一個狀況的一個了解 更搭配了什麼 消息面 我跟別人不一樣 我為什麼沒空 就是因為大家都只會看技術面每天在跟你追高 我們沒有 我們是幫大家看清楚這五面之後 才幫大家選出比較基優的股票 好 那大盤呢 當然就是看總經政治美股講好多次了 你如果要看個股的話 就是基本面 技術面跟產業面 來 我們一一驗證 我們怎麼領先市場提前佈局 你一直在驗證我 你看我就一直給你驗證看 台積電在最悲觀的時候 我們就進場 我一直跟大家講 你不要去做那個景 你不要去做那個景上添花 你也不要落井下石 我們一起來 我們一起來雪中送炭多好 台積電在最低點的時候 我跟大家分享 那時候有多少消息在做負面的 有沒有 六大風險都出來了 然後今天還有沒有風險 今天沒有風險 只有跟你講八爺爺都買台股了 八爺爺都買台積電了 你還不買嗎 現在是不是大家都這樣講了 那過去呢 來你看10月 10月28號 10月 對不起是10月26號那一天 多少人在分享台積電不好的東西 那我在10月28號 你看台積電又好像要往下走了 我還是繼續跟大家分享 我說不要擔心了 台積電還是我們的護國神山 好 來 所以你看後續呢 就不用講了嘛 台積電一路向上 走了大概30%左右 那各種利多啊 有沒有 我就講了啊 很多人都是什麼 錦上添花的人又來了 錦上添花的人又來了 什麼樂多利多消息都來了 工具機也是一樣啊 我一直跟你分享啊 工具機我只有跟你報幾檔 上淫亞德克 對不對 還有龍澤科 上淫亞德克龍澤科 上淫亞德克龍澤科 龍澤科最低點 27.5 你看27.5 媽媽那土媽媽那土媽媽那土 今天再創新高爆量 本來沒量 從沒量一度帶大家看到有量 而且一路的不斷創新高 有沒有投資 但是到時候我再跟大家分享 亞德克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我說他是下一檔千金股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說真的你有高資產的 真的我知道你喜歡做高價股 還有一檔高價股 真的會是下一檔千金股 我們已經正在佈局當中了 上淫也是持續的再創新高 你看現在都樂觀了 工具機都訂單滿手了 有沒有 然後在金瑞的部分 我們也是很早就跟大家分享了 金瑞9月26號就跟大家分享 雖然我昨天請大家說 我覺得如果說漲不上去 該賣還是要賣 那現在來講呢 雖然說漲停我也不跟你講 我有我怎樣怎樣 但是你看這就是對於趨勢 對於產業的掌控度有多高 今天安控肋股幾乎全漲了吧 金瑞齊有天樂店深瑞來 齊有漲停 深瑞漲停 有沒有 安控肋股又來了 安控肋股又來了 好所以你一定要領先市場 你提前佈局 你才可以不用擔心什麼上癮線的問題 再來我又跟大家講說 車用晶片孔先什麼 砍單槽喔 這麼恐怖 我那時候就跟大家講 這麼恐怖 我們就來佈局 我們就來佈局啦 那你看一下喔 長元科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了 有沒有長起來 有沒有帶你從沒有人要 長到現在慢慢越來越多人要了 但你從沒有人想追他 現在越來越多人看著他美麗 又想要追他了 一力電 是不是也是持續向上 我們持續跟大家講的 那時候我跟大家講的 看 又是帶大家從利多 對不起 是利空 看到什麼 利多來利空 有沒有 砍單 車用砍單 現在呢 車用類股又大好了 車用類股又大好了 那我們爭議聯盟呢 當然講完之後 我們一進場 有沒有怕上癮線 有沒有上癮線的問題 沒有 一進場 就創新高了 創新高之後 今天還在創高 那光通訊類股 我們也跟大家講過 創新高 對不對 今天滑新高還是漲停 今天滑新高的部分 你看 所有的標股 我們幾乎都有跟大家分享 滑新高 漲停 對吧 滑新高漲停 已經連漲好幾天了 漲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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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漲停你追不到也沒辦法 追不到你就要領先市場 提前佈局 找到正要起漲股票 即使它沒有辦法馬上漲停漲停漲不停 但是 慢慢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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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最後一定會漲停板 再來我們最近也跟大家分享 我說放寬口罩的建立 解封題材 是有效的 所以精華 昨天漲停 今天也是持續的維持強勢 來精華 是不是一度也漲停了 一度也漲停了 好再來呢 我們牌面上還有什麼股票 其實最近我覺得大家還是可以留意什麼 最近有那個集團做漲股 威勝 威勝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威勝 最近他創新高了 創新高雖然說今天收了一個長上影線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元宇宙類股又有起來的跡象 立位漲停 再來 炒飯要吃什麼 炒飯要用位數 位數漲停 立位位數都漲停 代表元宇宙的族群又要開始噴起來 那既然元宇宙族群要開始噴起來的話 我們之前一直有跟大家講 我覺得大家可以佈局這一檔叫做 5351的慾創 今天開高走低 我們有沒有差 我們沒差 昨天跟大家講了 我們早就已經佈局了 我們佈局了 我們又沒有追高 是不是很輕鬆 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不好 來我們是什麼時候買 41塊 11月16號 是不是又再一次領先市場提前佈局 41塊 慾創 41塊 41塊 再來 11月16號 慾創 慾創 來41塊 41塊現在幾塊 45塊 對不起今天上影線我好害怕 完全沒害怕 為什麼我們都不怕上影線 因為我們總是能什麼 領先市場提前佈局 你要領先市場提前佈局 你手中股票你就不用擔心什麼 上影線的問題 好所以我們今天呢 我們的操作部分 我們有進場一檔保暖類伍 還有這一檔水深火熱 我認為 它真的是很有機會 就是向上持續的大漲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一檔 就是半導體的概念股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光照有多強勢 你不要瞧不起它 你不要瞧不起沒有漲停板的股票 你不要瞧不起人 你看一下沒有漲停板的股票 從55塊 一路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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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漲停板 一路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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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漲到今天最高95塊 現在92塊 從55塊左右 從55塊左右 這邊是55塊左右 一路向上漲到95塊最高 快要漲兩倍啊 50塊乘以2 是不是叫做100塊 現在已經92塊了 也就是說呢 你真的要大賺 你一定要領先市場 提前佈局在低點 你才能像這一檔股票一樣 你不需要每天漲停板 你要的是50%的獲利 你要的是100%的獲利 所以這檔股票呢 同樣也是半導體的上游 過去是非常非常標的股票 而且它也是工具機的一個概念 我們可以看到工具機類股 上營亞德克有沒有漲 全漲 龍澤克有沒有漲 全漲 所以它既有半導體 又有工具機的概念 那你看基本面的部分 是不是持續的向上 這檔股票 我們會持續的佈局 所以想要跟我們一起進場這檔股票 我建議真的要在12月15號之前 因為我剛跟大家分享了 12月15號 美國FED要公佈利率會議 公佈完之後 大噴的機率很高 你一定要把握在 FED公佈利率會議之前 跟著我們一起進場去做佈局 想要跟我們一起進場佈局 可以透過下面的電話 00800668085 或透過旁邊的LINE 來直接跟我們聯繫 今天節目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投資握力放眼未來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 融合總金面 基本面 技術面 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掌握股價關鍵買賣點 歡迎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記得要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本節目資料 透支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